歡迎來到 逸淫NBA 好今天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逸淫一下了 三場的預測 但是在預測之前 我們要先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小虎隊團員的戰績如何 奎哥真的是厲害的 記不記得我在首集第一集就講過 奎哥應該是我在這個團隊裡面 最大的競爭對手 他在五場比賽預測 我八成的勝率 五過四 跟我這個三過二 基本上是在伯仲之間 我也有六成六的勝率 至於呢 自以為一個什麼NBA 什麼UC Irving是不是 只有五成而已 然後呢另外我覺得 這個最會虎應該可以去當人生的哲學家 因為他很喜歡談人生嘛 兩個五成的好不好 靠旁邊站 接下來就是我跟奎哥的對決 我希望在今天的預測 三過三 加油 好的今天要易贏的第一場呢 是勇士 明天要在主場對上 老鷹 信心指數高達90%啊 為什麼這麼有信心呢 因為勇士竟然 只讓3.5而已 哇看到這麼甜美的盤 當然要給他下下去 勇士的近況到底有多好 這過去呢 四連勝 而且目前戰績是全聯盟勝率最高的 八勝一敗 我從三個點來分析好了 第一個 就是主場優勢 過去有太多的球星球員講過 到這個勇士荊州去打球啊 看到他們這個陣容 看到他們那主場球迷的狂暴 都覺得非常難打 今年的勇士 非常有這樣子的味道 而且他們目前呢 是在主場要打 八場的比賽 這八連戰我本來看好他們是八連勝 但第一場輸給了灰熊 不過沒關係 接下來呢拿了四場比賽的勝利 明天打老鷹 再來要打灰狼跟公牛 我都看好可以過關 所以在今天呢 我認為主場優勢是第一個重點 再來呢第二個重點就是 勇士過去四場比賽的競勝分有多少 就是贏對手的分數有多少 21分 22分 41分 13分 而且今天的13分 是因為到了第四節 有點像板凳的球員 二三線球員上來 所以呢這個 贏的分數才沒有那麼多 但是這樣算起來 平均一場可以贏到對手 24分喔 在例行賽可以這樣 平均競勝分有到24分 這四連勝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這是第二點 勇士的境況非常好 再來談談老鷹的境況 真的是不太好 過去的六場 贏了一場 輸了五場 所以境況來講 老鷹其實是蠻爛的 那再來就是 他們四連戰客場 這四場客場要打誰 從輸了太陽 到明天勇士 再來是爵士 還有金塊 全部都是西區的強權盡獄 所以他們這四連戰客場 會打得非常的疲乏 我看好老鷹呢 在這個境況不好 然後勇士連勝的情況之下 明天勇士3.5分 輕鬆過 映影NBA第二場 來看到的是 籃網跟公牛的對決 信心指數也高達80% 好 告訴大家為什麼有這麼高的信心指數呢 因為 近況來講的話 籃網算是東區數一數二的 最近拿下了五連勝 而且這五場比賽呢 他們的平均失分了不到100分 只有98分 所以就表示籃網現在已經找到贏球的方式了 他們的防守呢也加強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籃網今年在客場贏球的勝率 是7成5喔 三勝一敗 而公牛反而是在主場打的沒有客場好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他們的主場優勢 沒有發揮出來 在主場的勝率 比客場要來的低 所以籃網可以利用這一點 就沒有太多的客場劣勢 再來 第二點呢 就是 我認為Steve Knapp教練呢 在這幾場比賽打下來 已經找到了一個固定的模式了 我們看到他們的先發 現在固定在五個人的身上 雙星Kevin Durant加上James Harden 再搭配內線Blake Griffith 另外射手有Joe Harris 還有一個 做苦工的3D型球員 Bruce Brown 那板凳部分呢 還有Patty Mills Lamarcus Aldridge 還有Paul Malsap等人 都可以用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把這個板凳 還有先發的rotation呢 已經佈置的 算是有一個雛形了 所以打得還蠻好的 談談境況好了 Kevin Durant 在最近的三場比賽 平均 30分 然後命中率高達6成 打客場這麼辛苦的比賽 還可以有這麼好的命中率 Kevin Durant已經進入到0的率 再來搭配的是大鬍子 最近的四場比賽 平均下來也有20加的得分 另外還有10次助攻 跟8個籃板球的表現 所以就表示 現在這個rotation當中 Steve Nash已經找到 應該讓KD 還有讓Harden上場的時間 怎麼樣跟隊友來配合 近況來講 籃網隊已經找到 贏球的勝利方程式 另外我想要提的一點就是 公牛這支球隊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講到東區要注意他們對不對 198連線 LeVine DeMar DeRozan 還有Lonzo Ball 的確厲害 但我發現了 公牛這支球隊有一個 最大的弱點 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板凳 實在太弱 只能夠把Alice Caruso抓出來而已 其他的第七人第八人 幾乎是找不到 而且不管是上場時間 幫忙這個主力呢 這個累積一下維持體力 還有包括得分 命中率 還有場上正負值 都沒那麼好 所以有點像是公牛只有六個人來做輪替 你想想看 82場的比賽 只有六個人做輪替 夠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公牛隊 最大的隱憂 所以在明天的比賽 現在我還是看好 籃管可以繼續連勝 even是在課場 而且被讓分的情況之下 可以拿下勝利 一贏第三場 尼克對上7-6人 好先來看一下這兩隊的近況好了 尼克近四場比賽 輸了三場 對近況真的是落落的 那7-6人呢 6連勝 你能想像嗎 在非常多主力受傷的情況之下 他們拿下了六連勝 是現在30球隊當中 連勝最長狀況 最好的球隊 這場比賽 我的信心指數 高達100% 好 比較低一點 為什麼這麼低呢 是因為我認為 這個心理因素佔有比較大的成分 GLMB 在最近媒體訪刊他的時候 他說我們現在7-6人的狀況非常的好 大家團結一心 都希望能夠贏球 那基本上講的大家 就不包括某人 那位左撇子 然後三分線一直投不進的那個傢伙 基本上就有一點把他排除在外了 而且他們現在我覺得 大部分的球員應該都想要告訴 Ben Simmons 就是我們沒有你 我們也會贏球 10場比賽 贏了8場 8勝2敗的這個戰績 在東區 是排名第一的 高達8成的勝率 所以呢我認為這個心理因素 對於7-6人來講 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明天他們是打主場的比賽 加上尼克 近況並不是那麼的好 那再來談到就是說 他們最近贏球是怎麼贏球的呢 是靠著防守 過去的6場比賽6連勝 10分平均也在100分左右 以現在全聯盟呢 10分能夠壓在100分以下的球隊 不到5隻 那7-6人隊在進6場比賽 就展現出非常不錯的防守 9RMB 帶著這些 蝦兵蟹將 也不能完全講蝦兵蟹將 就是有人 可以跳出來幫助球隊 所以我認為呢 大家眾志誠誠 團結一席 不僅是7-6人 可能好幾百人 一起幫助球隊贏球 所以明天 在主場 雖然讓到4點5分 但我依舊看好 7-6人 過關 全列的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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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